乘客陆续下车 客运司机对着方向盘 猛然一阵暴打 其他人全看傻眼 接着他更扯开安全带冲下车 找乘客理论 快走啦 快走啦 起扑扑走回车上 情绪激动继续垂打方向盘 看起来像是在忍耐自己的情绪 喇叭直接揍凹 刺耳的喇叭声不断传出 地点就在吉隆安乐区 基金一路346号 上个月30号中午12点多 因为直到接下来的停靠站 常常有乘客忘了下车 特地提醒 结果却因此爆发口角冲突 我敢淘汰是不是 我喊你怎么都不讲 戴耳机 开了什么鬼车 原来就是这样 你呛我 我呛你 双方差点在客运站旁上演全舞行 我有看到有一些外籍旅客 有时候到野流的时候 他可能会提醒他们到野流的时候 就可以下车 当时客运司机 沿1815路线从台北开往野流 情人呼站距离金山铁电站 大约210公尺 开车只要一分钟 有经验的乘客 情人呼站刚起步就会按铃 避免司机来不及停车 就是因为常常遇到类似状况 都好心提醒了 结果还不断遭呛 但其实各退一步 你多走几步路 他少回嘴几句 就能避免纷争 偏偏双方都成一石之块 也让其他乘客全看傻眼 TVBS新闻流星葵 蔡新鱼基隆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